你要抱歉嗎 有什麼話要說嗎 今年6月爆發的藝人NONO 遭控對10多名女性性騷性侵案 這半年來歷經兩次傳喚 以及看驗身體特徵 北檢19號宣布整潔 針對其中3名女子指控 NONO開庭時說 對案發經過沒有印象否認犯案 檢察官認為告訴人就疫病例不符合 查控NONO手機也沒有相關聯繫資料 只有單一指數 沒有其他證據可以調查 這3名女子指控的強制猥褻 跟強制性招罪證不足 NONO獲得不起訴處分 但包含小紅老師在內的另外7人 因為沒有管轄權 以承請高檢署核轉NONO居住地的事檢偵辦 NONO經紀人也首次發聲 說會在詢問後續 這段期間也沒有跟NONO連絡 同個時期震撼演藝圈的 還有黑人陳建州案 也有最新進展 謝謝大家的關係 一人大牙因為指控遭陳建州性騷 揭發後 反遭陳建州夫婦提告防害名譽 幫大牙作證的5人有好友跟化妝師等 也包含現任經紀人 也是陳建州以前的經紀人 算黑人提高一舉符合他 不容他人詆毀的國王個性 北檢偵查後認為 不止一名證人說 多年前就聽大牙說過這件事 根據這些證據 大牙發文有相當理由 確信為真非凭空捏造 討論內容非個人私得 而是MeToo公開議題 大牙獲得不起訴處分 大牙透過經紀人回憶 依舊相信做對的事情 謝謝關心這件事的朋友 也感謝司法還他清白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